给另一个函数F,它从集合X印到集合Y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说这个F是可逆的 我要想知道的是,这个等式到底意味着什么 等式F,X等于Y 我想知道对于每一个Y,职域内的一个元素 对于每一个Y,我写下来,对于每一个Y,一个属于职域的元素有唯一的 大写唯一的 X属于我们的定义域 如此一致我写,如此一致我写出来 本打算把它以数学的方式写出来,但是有时候一些语言反而更好 如此一致F,X等于Y 如果我们,我把所有内容简单的画出来 我们有一个集合X,这是X 我们在这儿有一个值于Y 我们知道F,如果你在这儿取某个点 我们称它为A,它是X的一个元素 对它作用这个函数F 它会印射到集合Y中的某个元素 这就是由F印到这儿 这是目前,这告诉我们什么 我想现在看看这个等值 我想知道是否我可以取任意的Y 在这个集合中,任意的小写Y 在这个集合Y中 比如说我取在这儿 比方说是B 我想知道的是,是不是有唯一的解 使得F,X等于B 有一个唯一解吗 所以一方面你必须想想,有解吗 如果有解,比方说 说某个X在这儿 如果我对它作用这个变换F 我就印到这儿 如果我还想知道它的唯一性 比方说如果这一个解 就是说它是唯一的 如果在这儿还有一个解 它不是唯一的 如果有多一个唯一的话 那么有一个X中的元素 如果把这个变换做到 它身上的B就会使它不唯一 不唯一 通过这个视频 我们想讨论的内容 怎么说呢 就是可逆性它相关的这个思想 对于职与中任意的Y 有唯一解 我们简单给出了 可逆性的定义 然后看看能否得到一些建设性的结果 然后根据定义F是可逆的 就意味着 存在就是这个往回看的符号 三个往回看的东西 这个表示存在 我认为有时候显示一些数学符号是有好处的 我就这么些 这意味着存在某个函数 我们称它为F2 它是一个从Y到X的印射 如此一致 实际上这个冒号 同样是如此一致的缩写 我还是写下来 如此一致 F2结合F 等于作用到X上的横等函数 所以本质上它是说 看 如果我把F作用到X中的某个点 然后再作用F2 我就会重新得到这个点 这在本质上是相等的 或者说它在本质上不相等 它等同于作用了这个横等函数 所以这是X 所以你就会得到 你输入的这个函数 如此一致这个逆函数 用这个函数结合它的逆函数 等于这个横等函数 这个函数的结合 用它的逆函数 等于这个横等函数作用到Y 如果你把Y作用上这个逆 然后你再作用这个函数 你就会重新得到这个Y 它等同于直接应用到这个横等函数 这就是可逆性 这是我在上个视频定义的可逆性 现在我们关心 我们关心这个等式 我们考虑这个等式 我用粉色笔表示它 FX的于Y 我们想知道 对任意Y 或者任意这个大集合中Y的小写Y 是否存在唯一的X解 所以可以做的是 我们知道F是可逆的 我从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 那么给定F是可逆的 我们知道存在于这个F的可逆函数 我可以应用F逆函数 它是一个从Y到X的应用者 我们可以把它作用到任何 任意Y中的元素 所以对任意Y 比如说这是Y的位置 我可以作用F逆到这个Y 这样就会直接应到这 当然Fx等于Y 这些确实是同样的点 所以我们应用F逆函数到这上面 如果应用到 应用这个F逆函数到这个等式的两边 这是Y中的一个元素 这是Y中相同的元素 对吧 它们是同样的元素 现在如果作用这个映射 这个逆运射 到等式的两边 它就会得到X中的某个元素 我们做一下 所以如果作用这个逆函数 到这个等式的两边 这是Y中的某个元素 我作用这个逆函数 就会得到X中的某个元素 这会等于什么呢 在右手边 我们就可以写这个函数F逆Y 这就是这里的某个元素 但是这个左手边的 这个等式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逆函数的定义时 当你把它结合F 你就会得到这个横等函数 这就会等于 我这么写 就会等于F逆结合Fx 这个等价于这个横等函数 作用到X上 那么这个横等函数 作用到X上是什么 那就是X 这些就化成X 这化成X 所以我们开始用到F是可逆的 我们用到了可逆性的定义 这存在于这个逆函数 然而实际上 我们应用到这个逆函数到 这个等式两边 就说 看你给我认以Y 认以这个集合Y中的小写Y 我能找到的一个唯一的X 这是这个唯一的X满足的质 人家讲 我怎么知道它是唯一的X 因为这是唯一可能的逆函数 逆函数唯一是一个真命题 真命题 我在上次视频中已经证明过了 如果F是可逆的 它是有唯一的逆函数 我们知道如果有两个逆函数 但是我们发现最终得到的是同一个逆函数 所以既然只有一个逆函数 它作用到这个大写Y中的任意元素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解 又因为它是唯一的逆函数 函数在这种情况下 是映射到一个值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唯一解 我写下来 我们已经建议了如果F是可逆的 我用橘黄色写 那么这个则是Fx等于Y 对所有的 有点像是V 被填满了 对所有的 集合外装的元素 有唯一解 有唯一解 这个唯一解 如果你真的关心它的话 等于这个逆函数作用到Y 这可能看起来有点脑残 但是你会发现 它必须对它严格精确地给出 以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点 我们来反过来看看是不是对的 我们来看如果我们假设 我们开始假设 对所有集合外装的Y 这个解等于Fx 等于Y 有一个唯一的解 我们假设这个看看它能够得到另外一个结果 如果给定这个 我们可以证明可疑性 我们考虑第一种方式 我们说对任意外 我们才把集合画出来 这是集合X 这是集合Y 现在我们做这个假设 你可以取Y中的任意元素 然后等于有一个唯一解 我们称这个唯一解 我们可以称它什么 一个唯一解X 所以你可以在这取任意点 我已经给出了 现在我们假设看你在Y中取的一点 我们可以在X中找到某点如此 以致如此一致Fx的意外 不仅如此我可以给你找到 它还是唯一的解 所以给定这些 我定义一个新的函数 我定义这个函数S 函数S是一个从Y到X的映射 开始从Y到X一个映射 S我们说的SY 这当然Y是集合Y中的一个元素 SY就等于 Fx等于Y在这个X中的唯一解 现在你会说 它看起来有点绕 但是要好好地考虑 它这是一个完全有效的函数定义 对吧 我们在这开始的 给我任意的Y 你给我这个集合中任意的元素 我总可以帮你找到 这个等式的唯一解 好的 这就意味着在这任何点 可以和这个集合X中的唯一解 相关联 这个唯一解是 这个等式的唯一 唯一解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定义一个函数说 看 我将关联所有的元素Y和Fx的 与Y它的唯一解 这就是我怎么定义这样的一个函数 当然这是完全有效的 硬是从Y到X 而且我知道这只含一个合法值 因为这个 任意值Y 任意值小写Y 在这个集合中有一个Fx等于Y的唯一解 所以这只能等于一个值 所以它已经定义好了 我们作用我们在J去某个点 我用一个好颜色 我们称这个是B B是外中的一个元素 我们找寻用我们做它的认识 我们用我们在这个新的定义 让它从出发 这就是SB在这儿 SB是X中的一个元素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SB是根据定义的一个唯一解 它看起来有点循环 但是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SB是一个解 所以我们知道SB是 Fx等于B的唯一解 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 事实如此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个 因为这个是函数的作用 因为这是这个函数的作用 它印象到每一个Y 因为我们说每一个Y有一个唯一解 所以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那么FsB是什么呢 我只说过这是这个的唯一解 如果我代入这个 我会得到什么 我会得到B 或者换句话说 这是F结合S作用到B 等于B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计算F结合S 这是一样的 因为如果我作用S到B 然后再作用F 这是结合 我直接重新得到B 这就是整个过程 这是同样的事情 这个在Y的横等函数作用到B 在Y上 它等于B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存在 我们知道这个函数存在 或者说我们总可以建立这个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存在 这个存在于我们建立它的过程中 但是我希望我已经说的 这是已经定义好的了 那是根据我们的假设 这是总存在X中的唯一解 对任意外成立 我以一个相当合理的方式 定义这个 因为它确实存在 不仅它存在 而且我们还知道 这个F结合这个函数 我刚刚构造的这个 等于Y上的横等函数 现在我们做另外一个常识 我们取一个特定的 我们再画一下这些几颗 这是集合X 我们取集合X中的某个点 称当为A 我在这画集合Y 我们可以称作用这个函数到A 我们就会得到 集合Y中的一个元素 弹音到了这 我们称它为FA 现在如果我作用这个神奇函数 神奇的函数一般的 给你结合Y中的任意元素 我将会给你 这个等式在X中的第一解 我把它作用到这 我作用S到这 所以如果作用S到这 它会给我唯一解 我写下来 如果作用S到这 我将作用S到这 可能我不能再印到这 我没有暗示 它一定会运回到这 所以我就用S到这 这到底是指哪呢 这个点在哪 所以这是S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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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Fa 我们知道这是V1解 所以这等于这个 等于等是Fx等于Y的V1解 或者说这个Y就成为了A 对吧 别忘了这个印射S印射 印射从任意元素Fa到 等式Fx等于Fa 也是说印射从Fa到这个为E 所以这个SFa将会印射到 或者这 会等于这个 等式Fx等于Y中 这个元素的V1解 这个所谓的元素Y是什么 它是Fa 你可能会把它形容得非常绕 但如果是我 在你们学习线系代入之前 我会说看 如果我有这个等式 是Fx等于Fa 这个等式的V1解是什么 这个X等于什么 X会等于A 那么这个等式 Fx等于Fa的V1解 就等于A 我们知道有V1解 因为这是我们的前提条件之一 所以是有等于A 或者我们可以写Fsa等于A 或者说S结合F等于 作用到A等于A 或者说S和F的结合是 作用到结合X的横等函数 对吗 这是一个映射 从X到X 所以我们可以写S结合F 是横等函数作用到X 那么目前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你们开始于你任意 我们开始于你任意 在结合大写Y中取Y 我们将 有一个唯一解 X使得该等式成立 使得Fx 等于Y 这是我们开始假设的前提条件 我们构建这个函数S 就是应是任何这儿的人素 代入它这个等式的唯一解 好了 现在在这儿 我们说过这确实存在 不仅它存在 而就我们算出 F结合我们构建的函数 等于作用到结合Y的横等函数 然后我们同样了解那个S S结合F是作用到X上的横等函数 我写这个 我们了解这个 我们同样了解到F结合S等于作用到Y的横等函数 S明显存在 明确存在 因为我构造了它 我们知道它定义好了 因为任意外 对于任意外在这儿 这儿有一个解 所以给定这个 我们能够找到函数F 我能够找到一个函数 这两者都满足 这是根据定义得到的 它的意思是可逆的 别忘了 这就意味着F是可逆的 别忘了F是可逆的 为了满足F是可逆的 就是意味着存在某个函数 必须存在某个函数 如果F是一个印射X到Y 可逆意味着 必存在某个函数F的逆 是一个印射满足从Y到X 所以我可以写存在一个函数 这个逆函数结合原函数 应该等于横等函数 作用在X上 这个逆函数和原函数 原函数相结合 这个逆函数 应该是横等函数作用到Y上 我只需要找一个函数 它存在就是S 满足这两个式子成定 我们可以说S等于F逆 所以F确实是可逆的 确实你发现这是满足的 这个证明非常的细意精细和巧妙 因为我们一直在集合X和Y之间条约 但是我们已经说明了如果F 在这个视频一开始 我们说明F如果是可逆的 那么对于任意外 有一个唯一解对于等式Fx的意外 视频的第二部分 我们说明了另一个方向也是对的 就是如果我这么写 如果对于所有Y 打写Y的一个元素 Fx的Ux就有一个唯一解 那么F是可逆的 事实上 这两个假设相互推导可得到 我们可以写下这个视频的最终结论 那就是F是可逆的 如果 如果F一个映射从X到Y是可逆的 这是对的 当且紧张 我们可以写一个双向镜头 或者可以写成if 所以这二者是互相推导 并且紧张对于所有的Y 对每一个Y 是集合外中的一个元素 存在的 存在一个唯一 我可以像这样写 意味着存在一个唯一的X对 或者我这样写 存在一个唯一解 存在一个唯一解 对于等式Fx的Y 这就是这次视频我们得到的重点 一个函数的可定性意味着 这个等式存在一个唯一解 对任意属于我们函数的直语中的Y 的这就是一集 因为我们有时候 有这种心关系的 感谢观看 是这里的